兄弟们,木匠的号被紫禁城淘汰了 一个风神的武器 一个1100绝对碾压的双种部武器 紫禁城号多到用不过来,不要了 梦幻西游有三个知名的200万武器 文一把 这个木匠一把 然后还有那个叫麦兜一把 我说的都是早期的主人 装备不算了 不是宝宝不算了 就看装备 这些宝宝在乐阁眼里 相当于你们的四红宝宝 除了这只 除了这只 就这只宝宝 这只虚迷 这只虚迷 这只 在你们 眼里 是极品 在乐阁眼里就是一个四技能的 哎呀 这什么 我的眼睛好晃 这战火凶极 我快瞎了 好了兄弟们 来乐阁这个号的话 一是找一个团队 去支援一个团队 去支援一个团队 另外的话一个 就是也可以直接卖 直接可以卖 现在想要的可以代价 直播间的学生们可以代价 你们也不用代价 价格不是你们说的 是吧 乐阁卖东西肯定是 都不会让你代价的 就告诉你这个价格 爱买买不买就放了 给乐阁号放假格的时候 应该用这个背景去 主播帮你们砍价啊 把嘴给我闭上 我说一个价 摸摸的 一分钟 武神坛甲鲁冠金啊 战神抱抱 那个装备我看一下哪套式啊 为什么不放右边的装备呢 因为在我们这些武神坛的玩家里 右边的装备右边的灵士跟不要钱是一样的 就基本上只是一个心为时的钱 真正值钱的在这几个啊 兄弟们这个武器 大家知道我刚才说了啊 就是175啊175 唯独三把的 就是百分之百啊 就是达到200万级别的武器 只有这三个是一个级别啊 男武器啊 这男武器 女武器不算啊 就是卖兜了 和那个文革的那个师陀的那个师陀的利敏 这个是敏奈 这敏奈的话花果山用起来也他没事把物体关键这把武器恶心的地方在于 他那么减的太少了 哪有才减39的他妈这伤害 这武器也 畜生啊这武器就是花果山的畜生武器 咱们不算利敏的双家的好坏啊 不考虑这些只考虑中国属性的多也少 仙族的武器应该没有比得多 卖兜的武器是利敏的 但是转完以后肯定 再加上仙族的成长比较低0.57这个肯定是第一的 这把武器是双种族一把弓箭弓箭的话可以玩花果山可以玩士多岭 这把武器玩士多岭 这把武器也就好 这把武器玩的技术 有点麻烦 这把武器玩得 这把武器玩得很快 有点烧 这样的毒荫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